各位弟兄姐妹早安 欢迎收看今天的全员甘露 愿上帝的话语成为得力的全员 引导我们每日的生活 而他所赐的恩典如同黑门山的甘露 使我们时刻得着滋润 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马太福音第28章 也就是马太福音的最后一章 四福音书中当中记载了耶稣的生平 而耶稣事迹的高潮 不是使人病得医治 饥饿得饱足 也不是许多的讲道分享 或是神迹奇事 而是一位完全的神 成为完全的人之后 道成肉身所真实经历的一切 过去的一个多月来 我们不断在马太福音当中 看到耶稣在世的脚踪 他在约旦河受洗 受了魔鬼的试探 伸手触摸大马蜂病人 以及许多的病人 被人讨厌 需要吃东西得饱足等等 甚至在人生最后的时候 他被鞭打 以至于流血受痛苦 被钉在十字架上 以至于断气死亡 原来耶稣在世的一生 真实的体会了我们一生 所会面临的种种挑战 这也才发现 基督真的明白 了解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因为他亲身经历过 那么人生的尽头是什么呢 马太福音的结尾 告诉了我们人生的盼望是什么 基督被钉十字架后 断气死亡 正如我们人人都有一死一样 但是我们所跟随的基督 他战胜了死亡的权势 他复活了 这是我们最大的福分 就是我们所信靠的是一位 又真又活的神 千万不要忘记这么重要的信息 一位又真又活的神 代表着没有任何的事物 能够难倒他 甚至是死亡都无法胜过他 因此要深信我们每天 所遭遇的事情都不足为惧 因为他掌权作王 除了全然的相信之外 身为跟随耶稣的门徒 势必要领受主所吩咐的命令 并且付诸实行 当耶稣说要去 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的时候 这就是我们一生所要努力的目标 也因此我们必须得着主时常的同在 一直到他再来的那一日 因此我们必须认真的来面对自己 我们的每一天是否都见证上帝的荣耀 我们的一举一动 是否能够荣耀主的名 当别人看见我们的时候 他们能看见在我们背后 有一位奇妙全能的主宰 是我们一生的救主吗 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 是否能够成为身边人的祝福 并且带来平安的信息呢 传福音是需要门徒用尽一生的心力 不断的调整以及改变 好叫我们能够恢复上帝起初造我们的形象 反映出一位荣美的君王 让我们一同宣扬基督复活的大能 好使我们与身边的人一同经历救恩所带来的喜乐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说你帮助我们天天纪念基督道成肉身的一切 他所走过的路 所面临的挑战以及难过 甚至是生命的失去 都叫我们能够体会这完全的爱 谢谢你复活的大能胜过黑暗死亡的权柄 因此我们的一生有最大的盼望 就是永恒的生命 求你赐给我们智慧 好将我们的一举一动越来越有新生命的样式 也使我们能够亲身见证主你自己的荣耀 让更多的人与我们一同领受福音的好处 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